谁曾想到 几年前山鸡哥靠着一手出神入化的打野技术 不仅收获到了一只极品大野猪 让野猪实现了飞起来的梦想 而且还利用绳套陷阱捕捉到了一只豪猪 吃上了令人羡慕不已的豪猪大餐 然而山鸡哥最终还是没有在荒野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这一次 重归山野挑战荒野求生的他 不仅对着参天巨树下起了手 给大树开了大野 实现了蜂蜜自由 而且还搞出来了卡脖子的陷阱 给路过的松鼠收取过路费 属实是不讲武德呀 当然 鸡哥带来的惊喜还不止这些 一起来看看吧 开局一把刀的山鸡哥 一上来就胆肥地爬上了树 查看起了树洞内的情况 在确定树洞内没有棕熊毒蛇等一类的动物之后 鸡哥决定在这里建立临时庇护所 不过在这般巨大的树下搭建庇护所 也是胆子够肥啊 这要是遇见打雷那可就危险了 只能说山鸡哥是在赌上自己的命运 能硬过老天啊 鸡哥虽然选择庇护所的位置有待商榷 但是打造庇护所的技术那还是十分出色的 不仅拥有着脱离地面 隔绝水汽的原木木床 而且还增加了不少的石木尾档 夜间时计可以起到遮风的作用 同时在安全性和隐蔽性上也是极佳的 至于屋顶的材料部分 那自然是采用芭蕉液了 不仅数量大 挡与效果还好 整个庇护所的打造完全可以打九分 剩下的一分不是怕鸡哥骄傲 食物的小黑自然得先解决食物问题 手握木棍的他 当即就对着地面干了起来 原本以为鸡哥是想要挖蛋白质虫子的 没想到竟然是打起了山榫的注意 毕竟这附近可是有着一大片竹林 虽说这个季节山榫不多 但是能够挖到的那都是够嫩的 在鸡哥的不懈努力之下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竟然收获到了小半筐的山榫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山榫虽然无法像肉食那般的 给鸡哥提供充足的蛋白质 但是其果腹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在没有收获到其他食物的情况下 鸡哥靠着它们也能撑上几天的时间 更何况这些山榫还是极其鲜嫩的 吃起来口感脆甜 这让鸡哥一连着就吃了三四个 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 鸡哥食多了下火堆 让炭火保持不灭 随后便在附近的山林之中搜寻了起来 毕竟山榫这玩意虽然数量不少 味道也不错 但是顿顿都吃它 那也是难受的 必须找点其他的食材搭配一下才行 抛开肉食的话 像木薯挖土豆一类的食物 便是极佳的主食了 不过鸡哥正在挖掘的食物 既不是木薯也不是土豆 而是和它们在口感上比较相近的山药 野生的山药可以说是难得的佳品 具有着改善体质健脾异味 强健机体滋胜一斤的功效 不过想要将其完整地挖掘出来 可是极为不容易的 尤其是鸡哥还没有趁手的铁锯的情况下 只得靠着削尖了脑袋的木棍 一寸一寸地向下挖掘 中途重新削了四五次的木头 让一米五的木棍损耗了三分之一的长度 才算是收获到了不少的山药 而且这些收获到的野山药 还是一小段一小段地从土壤里面抠出来的 实在是来之不易 运气不错的鸡哥一共发现了两株野山药 第一株的收获大概有个四斤左右的样子 至于第二株吗 挖掘难度实在是太大 不过鸡哥依旧从里面挖出来好几块的山药 这一株山药的根筋块头 整体上要比第一株的大上不少 烤山药的味道虽然很不错 但是在荒野之中 吃饱的同时 要是还能喝到一口热汤那就更爽了 为此 鸡哥将收获到的部分山药清理干净后 直接投放到了胳膊粗细的竹筒之中 加入山泉水之后 最后再放到炭火之上进行烹煮 另外还在火堆里放了几根山笋进去烧着 由于烹煮时间过长 当将山药倒出来时 里面几乎已经没有汤汁了 好在山药足够软末 再搭配上香甜可口的烧煮笋 鸡哥的这一餐即便是在素食界那也是极其炸裂的 毕竟都是污染纯天然的野生食材 绝对的好东西 而且这一餐的食物数量可是不少 硬是给鸡哥吃到了12分饱 吃饱的情况下 鸡哥便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吃好这个问题了 要吃好 首先就必须得吃到肉才行 这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一样的想法 鸡哥自是不例外 想着想着 鸡哥就在睡梦之中度过了一夜 次日一大早起来的他 来到了树林之中搜寻一种食材 确切地说是一种果实 当然 这种果实可不是鸡哥自己吃的 而是用来当作诱饵 虽然这玩意看起来很像是枣子 而且为了能够让这种食物散发出浓郁的味道 鸡哥还一一地将它们切割成了块状 最后又拿上了捕鼠神器 专门挑选岩石下方的缝隙处 开始布置起了捕鼠陷阱 在地面上利用木棍插出了一个小通道后 再将果实饵料放在里面 最后又在进口出架设起了捕鼠陷阱 一旦山鼠闻到果实的味道 想要穿过陷阱吃食时 便会被卡住脑瓜 鸡哥一共布置了四五组这样的捕鼠陷阱后 还利用细竹条在树干上方 搞起了不少的竹套绳陷阱 这种部位的陷阱主要是用来捕捉松鼠的 布置完毕之后便回到了庇护所 等待第二日的到来 一夜之后 鸡哥回到了陷阱处查看起来 好家伙 这第一个陷阱之上 竟然直接捕获到了一只大山鼠 看起来还很新鲜的样子 最牛掰的还得数这个陷阱 竟然捕获到了一只颜色很黄的山鼠 好在这不是黄鼠王 不然鸡哥也得怕了 毕竟黄皮子的传说可是厉害得很 随后的几个陷阱之上 鸡哥又收获到了几只山鼠 不得不说这运气也是绝了 不过更绝的是竹子套成陷阱 那几乎可以说是一套一只鼠 中招的松鼠最起码就有四五只之多 这般的捕鼠效率 让鸡哥自己都觉得意外 而且这些松鼠的个头还不小 几乎都是大家伙 今儿可是有的鸡哥吃的 在炭火之上一一地将这些鼠背的毛发烧掉 在利用打野刀把毛发烧焦物刮除掉后 便可以拿到溪流边来进行清洗 以及去掉内脏等 这样才能保证干净又卫生 回到营地后 鸡哥先是搞了三只山鼠 利用竹子夹起来 做起了炭火烤山鼠 不一会的功夫便烤得焦香四溢 让人垂涎欲滴 为了丰富口感 以及去腥增香 鸡哥还弄来了不少的野香菜和酸姜头 再将山鼠肉切成块状 搭配在一起 着实是色香味剧前的一顿大餐 随后的时间便是属于鸡哥的荒野美食食客 吃了几天的素 今儿总算是开荤的鸡哥 细细地咀嚼着每一口的肉食 品味着来之不易的收获 那叫一个香啊 吃饱之后的鸡哥 又动了起来 刚吃上属肉的它 又想到了鱼肉 为此砍来了不少大竹子 打算制作捕鱼竹筒 捕鱼竹筒的制作方法 也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在桶底开一个小孔 至于铜口部位 则是需要先边织出一个 到三角形的进口 将其套入到铜口即可 而为了捕获到更多的鱼 鸡哥一口气 就制作了近乎十个捕鱼竹筒 这必然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 至于鱼尔部分那就简单了 潮湿的山林之中 下的便是投放竹筒的活了 放置捕鱼竹筒时 选择位置也是极为重要的 最好是选择石缝下方 以及杂草遮盖的区域内 并且用石块将捕鱼竹筒压住 防止其飘起 选择位置加上放置竹筒 看似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 也是足足地花费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完成 放完鱼龙回去的鸡哥 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棵下方有洞的大树 查探之下 鸡哥高兴惨了 因为里面极有可能是个蜂窝 剑刺撞的他 当即就挥舞着打野刀干了起来 对着老树就是一顿不讲武德的输出 直至砍出了一个四十厘米的大洞之后 才开始对着里面掏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蜜蜂都离家出走了 鸡哥接连着从里面掏出了好几块蜂巢的时候 也只是看到灵星的蜜蜂在飞舞 搞得鸡哥掏出蜂蜜充足的蜂巢时 直接就咬上了两口 都不担心蜜蜂折他的 最终这个蜂巢内 鸡哥一共逃出来了四五块的蜂巢 虽然蜂蜜含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但是对于荒野求生的人来说 这已经是足够幸福了 而且回来的时候 鸡哥又在陷阱处收获到了几只山蜀 这下是肉食也有了 甜食也有了 可谓是幸福满满啊 一番清理之后 直接搞出来了两只翠片烤山蜀 香飘四溢 至于蜂巢部分 鸡哥先是将带有蜂涌的蜂巢一一的摆碎 随后再装入到了竹筒之中 拿到炭火上进行加热 最后直接搞出了一顿蜂涌蛋白质大餐 再搭配上酸姜藤烤山蜀 妥妥的荒野豪华大餐啊 酸姜藤的酸开胃 蜂蜜蜂涌的香甜和大量的蛋白质 还有焦香四溢的山蜀肉 有一说一 鸡哥这小子在吃这一道上 似乎比小黑还会玩呢 美美地吃上了一顿极品豪华大餐之后 小黑便舒服地进入到了梦乡 次日一大早小黑就起来了 赶紧地来到了溪流处 开始收取这捕鱼竹筒 原本以为水小的情况下 鱼会比较少 但是令鸡哥意外的是 一连这收取到的几个竹筒内都有鱼货 而且有两个竹筒内的鱼货数量 都在三条以上 可以说是十分的喜人 其中最恐怖的当属这一处的这个捕鱼竹筒 到处鱼货时都给鸡哥惊呆了 怕是得有个六七条鱼的样子 所有的竹筒收完之后 鸡哥大概收获到了有三十条鱼货 虽然大部分的个头都不大 但是加起来估计的有个两斤的样子 为了在山泉水下清理这些鱼货 鸡哥还用了一节芭蕉树皮当起了水管 鱼儿的数量多 加这个别的鱼还很跳脱 也是让鸡哥清理起来很是缓慢 导致他不得不不讲武德的 在被篓中先送走这些鱼儿 接着再进行清理 即便是如此 也是狠狠地花了一些功夫 才将所有的鱼儿清洗完毕 最后再将它们放入到芭蕉叶中 打包带走 为了对这些感谢这些鱼儿 鸡哥将它们一一地卡在了竹条之上 然后放置到炭火上进行烧烤 一共整整齐齐的三排 不一会的功夫就烤得鱼香飘荡 为了防止烤鱼烤焦 鸡哥还得时不时地翻转鱼身 中途鸡哥还趁着间隙的时间 还搞来了不少的酸姜疼 这玩意可以有效地去除和鱼的土腥味 二十多分钟后 烤熟的鱼肉焦香四溢 十分的诱人 鸡哥赶紧地将其给拿了上来 再把鱼肉从竹架子之上拿下来后 这鱼肉看起来就更加的诱人了 忍不住的鸡哥当场就大快躲移了起来 吃的那叫一个好不痛快 这一顿又是一场十二分饱的荒野鸡品大餐 整整的三大串烤鱼 无疑幸免地都进入到了鸡哥的肚中 有一说一 别看鸡哥瘦得像哥马赶似的 但是鸡哥的食量那真是不一般啊 毕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吃了这么多的美食后 还到山林间砍了一根棕榈树心 准备搞宵夜的 将棕榈树心切割成一块块的块状物 装入到竹筒中烹煮后 鸡哥还做了一个芭蕉树碗 最后用来装棕榈树心和汤 美美地吃了一顿连汤带水的宵夜 当真是荒野我鸡哥 吃的就是多啊